我戴起来 看鱼网的儿子 看鱼网的儿子 你跟一俗会说话 你担做个都际分 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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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猜地倒就等不及了 成功吧 来吧 还怪不得找 好 主要是使的那一块 你看 太老了 不能给他 这样 这样 好 好安静 你看又撒娇了 吃着嘴里的 拿着手里的 我们的熊猫没有玩具 所以我们给他做了一个球线 算了不行 拉回去 拉走 你先把原因说了 抓紧时间赶快 我们刚刚现在都看门口一个玩具 我们做的 你们做个熊猫的吗 对我们刚才不要用 嗯 不知道为什么 没说应该 可能哪里不不合格吧 这是那个 现在换成木板 木板要足够厚 如果不厚的话 那个木匠奖要加木条 快去快回 怎么样 听你们的好消息 好 马上到了 马上到了 累吗 累 我们又来找你们了 你们能下来吗 我们要需要改造一下 师傅你下来了 我我们昨天不是检验不合格吗 然后这里有记载 两边三角支撑 就这个是三角形这第一个 然后合适的跨度 木板要足够厚 因为熊猫很胖 因为现在真的没时间 你现在没时间没关系 只要你有时间 能把我们做就行 由于木匠师傅工作繁忙 陈翔决定留下来等待 给猴哥带回去一个既安全 又好玩的爱心礼物 这是陈翔此刻最大的心愿 经过这几天的时间 熊猫持席饲养员们 已经基本掌握了熊猫宝宝 日常的喂食打扫工作 然而想要成为优秀的奶爸奶妈 光会打扫和喂食 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学习爱心饲养 需要大家用爱心 真正感受熊猫宝宝 内心世界的方法 最终信任的建立 爱的表达 都要靠你们自己用心去探索 希望今天是一个充满爱的开始 爱心饲养是建立人与熊猫之间的信任 加深就是人与猫之间的交流 就是为后期的培训做好准备 说的再多 还不如我们亲自去感受一下 去实践一下 这一天教官们提出了爱心饲养的理念 关于照顾大熊猫 基地的每一位奶爸奶妈 都有自己的秘诀 这需要实习饲养员们 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 去寻找 的 小官 天呐 看你那有牛嘛 吃的吃的吗 你也吃 那个可不行 我见到他就觉得好冷漠 你要不要我告诉你 如果你照着我说的这三个字去讲一下的话 在他面前 他一定会跟之前他给你的印象很不一样 三个字就能 记住 哪三 慢 月 美 真的不行 那妈也没事 你想听 算我一个小孩 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那他现在在哪呢 在读音音 真的读人 杨海迪心中的曼月梅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能让这么一位出了名的冰山教官 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这神秘的曼月梅 与都江燕之行又有什么关系呢 快很快 成绩 要灵山 非经常 以及 没有能不能把工作 prick 啊 满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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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洗澡去了嗎 臉好髒 髒不髒 這段時間乖不乖 乖不乖 這隻熊狗一定認得他 因為那個反應是不一樣的 這段時間乖不乖 這件事乖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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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看你眼睛 讓我看你眼睛 可愛 小冠這就是蔓月梅吧 大家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被兩角獸 重遇到出門都不用走的青青 嗯 嗯 就在不久前 我一不小心就紅了 又有了一大票鐵粉 他們給我很多響亮的稱號 媽媽 等等我 蔓月梅 人名叫青青 四個月大時 青青和媽媽從雅安來到都江燕基地 通過網上直播 一不小心就成了網紅 蠻著小短腿 青青喜歡跟在媽媽屁股後面轉悠 亮亮嗆嗆學走路 學跑步 不時就把自己半島弄得滿身泥巴 活像一個黑莓球 別找我睡覺 但青青不喜歡被媽媽逼著洗仔 會生氣地和媽媽反抗 終於有一天 媽媽姚曼忍無可忍 將煤球一樣的兒子按在水池裡洗了個痛快 小青青憨憨蒙蒙的樣子贏得了一大批粉絲 網友於是給她取了一個形象而生動的名字 蔓月梅 從四個月大開始 養員楊海迪就開始貼身照顧蔓月梅 每天除了餵食 立行仔細檢查身體 打掃眷舍 一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每天要陪她玩 變成一個超級奶爸 哎呀 我不要擦嘴 不要擦 不要擦 陪我玩 我要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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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才不要喝呢 被奶爸抓回来后 调皮的蔓越梅发起了无声的抗议 活泼好动的蔓越梅 让奶爸杨海迪操碎了心 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梅球 抱她大腿的时间越来越长 越来越年奶爸 越来越信任她 面对这个什么都不懂的小梅球 一个平日里都没有几句话的杨海迪 也越来越放不下她 她来梅梅眷舍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待的时间越来越长 为梅梅考虑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不管刮风下雨 杨海迪都会准时出现 陪伴小猫蔓越梅的时间 甚至比自己家的孩子还要长 或许这就是爱心饲养的重要意义 我看呀 我要玩 快来安慰我 牙齿粘了几根 我看一下牙齿粘了几根 手手拿开 看一下牙齿 看一下牙齿好不好 嗯 来 下来刷 快 下来 这就是杨教官说的信任感 你看看 让他去哪就去哪 我看你 太感染了 吃饭了 那一下就不知道喝什么 所以我就觉得突然发现 他之前对我那样 你觉得都走了 这一下就全都走了 累死了 我跟教官真的我有点不适应 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会突然再跟着这样 累吗 你试试 但我觉得你挺开心的 对啊 歇会儿 歇会儿 我觉得你跟在卧龙完全不一样 你是杨教官的双胞胎吧 我们都不认得你 你现在笑得特别善了 杨教官 我们的泰山是什么的 泰山 现在忘了只有曼月梅 没有泰山了 杨教官你看出来 心里 我们不重要了 我们得去山东找 那我们先走了 那你们在什么再见了 你找我们一会儿去吧 行吧 好 你们先上去吧 待会儿来找你们好吗 我那也不想去 我那也不想去 你不想去 我那也不想去 你不想去 你不想去 我那也不想去 我们先去啦杨教官 我好想进去玩啊 我觉得你进去 特别有点画面 教官我们可不可以 给闹闹把这个球带过去 这不是送他了吗 这不是送他了吗 你看你看你看 现在就看出来了吧 谁是亲儿子 真的是 快快快快快快 请请 我觉得杨教官都不理咱们了 但是就是这个 我们过去这个路程是 非常的长 到雅南路程 听说要大概三四个小时 嗯 准备睡觉了 去找开山啊 那边 要去都有名字的那边 现在好像凉快一点 现在好像凉快一点 觉得吗 在吗 因为太黑了 熊猫是黑白的 矮一点 再矮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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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可能 嗨 你不是说的呢 嗯 这小白了是呀 你们在跑 你们有给我啊 这个是工作区 我不能随便进来的 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来看一眼泰山 然后 看一眼白天来看 现在已经小白了哈 嗯 你们想找这 你们想找这 我们是那个 就是熊猫的实习爱心饲养员 来这儿 找泰山的饲养员 我是泰山的饲养员 你就是泰山的饲养员 那 那 那您能把 那您能把刀放下在手 放在手 放在手 乞盖子 我现在得去给泰山 砍点犊子 因为天气热的 他比较挑死 别说别聊吧 好吧 等我一块去 我们刚才看那块有一个牌子 然后写的 等于它是美国出生的是吗 对 它是海龟 哇 它算是海龟啊 对啊 正儿八经的海龟 等于它吃中国的竹子 还吃不惯啊 是这意思吗 不是 它是竹子 它是分几种的 有吃竹叶的 有吃竹杆的 因为它不是挑吗 它是这段时间竹也可以 但是没有竹杆也不行 所以我得去给它找点 有竹杆也带着叶的最好 这一片不能砍 我再砍了就没得砍了 对 不是已经被我砍的差不多 再砍了就出了 去我再找远的地方去砍 明贵姓啊 明贵姓刘 刘姐 这么叫行吗 行 我们这里很多同事教我一姐 我再咪个一 一姐 那我们就不要一姐 好 看 我都已经砍差不多了 OK 有没有 不行 刀要斜着 哎 哎 不错 哎 这座也不错 掌握要领了 再来这两三根就行了 小心呢 这里还有蛇 还有蛇 对啊 你穿短裤 小心哦 还有马虎 刚才已经有一个黑的东西 好像吸在我水上了 我看一眼 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看我身上 安全起来 你看一眼吧 你看一眼吧 看一眼 要不你晚上回去看 混一条腿全部出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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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里面有 啊出来了 就这个 红 我觉得头外有好多 这种东西 啊 那还有 哎 好了 好了 哈哈 哈哈 天了 今天晚上够了是不是 这个暂时先拿过去 这个我 都给我 没问题 都没问题 走 好好休息 明天八点半上班 明天八点半 对 没关系 藤海滨和张楠到达雅安已是晚上 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和保安交涉后 决定明天再来 刘姐早 早 你俩迟到了 对不起 下了一点雨 因为现在泰山已经推迟时间喂他了 所以他很不高兴 他在吃东西就不会搭理人 泰山是在美国华盛顿出生的第一只熊猫宝宝 他的出生引发了美国华盛顿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宝宝 是在美国华盛顿的 是在美国华盛顿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宝宝 在泰山百天的时候 经过全华盛顿二十多万市民共同投票 最终选定了泰山这个名字 现在要招呼 泰山百天的名字 2006年7月9日 泰山在华盛顿动物园 迎来了自己一周岁的生日 华盛顿市民这样形容 这个小家伙已经住在了我们心里 泰山本应在两岁时就回国 但华盛顿市民一再要求 直到泰山四岁半才被送回中国 泰山回国时更是受到了如贵宾般的待遇 不仅联邦警方亲自护送他到达机场 负责乘运的联邦快递公司 还为其量身定做了专门的运载箱 并在飞机机头喷上了漂亮的熊猫头像 而他回国那天 华盛顿下着大雪 数万名市民一一西别了他们的第一个熊猫宝贝 泰山 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 每年设把人们的心情形容为肝肠寸断 2010年泰山回到了他的故乡四川卧龙 作为海龟猫的他也受到了家乡人民最真挚的欢迎 如今泰山在都江燕安了家 奶妈刘姐对泰山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 身为海龟的泰山性格高冷 不仅是这样 在食物方面 泰山可是精挑细选 不合胃口的竹子 只会遭到他的嫌弃 小姐 看我们这衣服怎么样 我感觉比我的好看 还行吗 出一样好漂亮的 以后我也建议我们领导也弄这么漂亮的衣服 我刚才跟他拿英文聊两句 跟他道歉说我们今天晚了 他真的有反应 他放下竹子然后坐在那听 他对美女有兴趣 真的吗 对的 泰山 我准备了好玩的给你们 好不好 泰山来 来 Come on here Come on here OK 你坐在那里 我会读到报纸 OK 我会读到报纸 我会告诉你一个故事 有个小鱼猫 出生在Belgium Zoo 这意味着你会有一个新的孩子 Belgium Zoo 还没有名称 所以他还没有名称 他还没有名称 啊 啊 啊 只有1864小鱼猫 在世界上 越来越大越难念英文了 好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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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认识我 好拐哦 你看 你看 好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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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来了他就顶着你 对 眼睛好大 对女生他就不一样 我们打拐完了 然后我跟他一会儿去给他 给泰山抖一点零食 你就陪他聊聊天 好吗 我不是特别会跟他聊 您一般怎么跟他聊 一般聊天 你就把你最大的爱心给他 然后随便聊都行 尝尝心吧 开心可以 现在 �� 随便 开心贝 尝尝心 bot 利 experien not 我许 尝尝心 尝尝心 尝心 Starting with the 要不我给你试试试试试话 你总想吃啥子吗 你把泰山在听吗 泰山睡了 他要有点 他居然把泰山聊睡了 你还不说 你能把他聊睡了 我觉得我真的就给他聊睡了 你还是睡眠 快点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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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精神头一样不一样 来 来 乖乖 你怎么那么现实啊泰山 真的不错 我很少第一次遇到泰山 为了这么进去的 对 那说明泰山对你很喜欢 姐姐长得美 也表扬得好好给你讲理 他喜欢吃蜂蜜 在泰山的眷舍里 总是能看到刘姐给泰山准备的零食 一口一口的喂泰山吃 但是对于泰山来说 好吃的零食还不够 还要有甜甜的蜂蜜才可以 泰山把刘姐带来 好可爱 好可爱 白马 来 外面 外面 吃饭 吃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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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叶子嘛 叶子也好 泰山把刘姐当妈妈一样 但是偶尔也会和自己的妈妈 闹点小脾气 嗨 要去吃点草了 想吃苹果就过来哈 我扔给你了 这个时候为了能让泰山开心 刘姐会偷偷的给泰山苹果吃 她最喜欢吃的零食 我既然叫她过来就得给她 要不她以后就不相信我了 乖乖 牵头乖 牵面 咱牵头 个 这就是她萌的对吧 对吧 她像你讨的那种表情 会做出可怜兮兮的样子 在刘姐的美食安慰下 这场吃草抗疫战争终于结束了 妈咋我放你哈 现在嘛 我头两块是哈 我给你准这个 两块 在泰山的卷舍里有一台小型空调 这可是刘姐给泰山精心准备的 也是只有泰山才能享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刘姐这么溺爱泰山呢 好 开门了 我给你准备了 你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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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能伤那么高 她就准备了 她就这么睡的 还做梦了 估计她 睡得老香 这什么东西 哇嘶 还在动呢 那群毛又在 好好玩啊 都这么一点 然后长得那么大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长的 哎 有人 你好 你好 我们是熊猫实习饲养员 我们能进去看 可以吗 走走走 你好 你好 你们找谁 你好 我们是神树萍的熊猫实习饲养员 我们刚刚看见有好多熊猫宝宝 我们能进去看看他们吗 可以的 好 谢谢 但是你们要先踩一下那个消毒盆 好的 进来吧 这边是那个御幼室 对 进来也要先踩一下 还要穿一下那个隔离服 还要安静一点 不能说话是吧 对 进来的时候也要踩一下 对 这边就是有御幼香 那个熊猫宝宝 现在就是在幼香里带着 哇 噓 噓 噓 我的脚已经开始变成黑点了 还挺活着的 对 那么近距离看到啥的时候 我内心就已经挺兴奋的了 对 对 对 有 对 我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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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給她們準備排練 然後餵奶 要先排練什麼 對 先幫忙試鏡 然後她才能排練 她才幾天 第四天 每次準備工作也挺煩瑣的 對 因為接觸她們的時候都要生下肌 這好小 這樣就不叫了 對 她會覺得排便的話會很舒服 這樣的輕鬆的聲音就是她覺得很舒服的那種叫聲 拉便便嗎 我實在挺能拉的 對 因為她才在那時候配一個嘴 小嘴 髒的 可以髒 嗯 看著她一點點長大 聽一聽就感覺 就像帶自己的小孩一樣 要給她吃奶了是嗎 對 這是不是媽媽的母乳 對 這是不是媽媽的母乳 對 對 這就是媽媽的母乳 對 對 她也不想漲 對 你 對 结束了是吗 对 他名字怎么起过来的 曼玥梅 因为他母亲叫杨曼 然后梅就是小胖宫 其实他算是一个超级网红 粉丝特别多 网友给起了名字 就说点这些小点 就喜欢玩 然后来的时候 刚刚那种事情吓得特别 然后玩的时候 把那草皮全给包了 草皮全给包了 对 包了 然后那你也全是这样 特别头 然后扮着梦 就是他当时玩那个时候 就扮那个营像 特别可怜 就像旧时代那种 小破坏狂 然后还卖萌 然后就像以前旧时代的那种 小矿工 小矿工 对 看着挺可怜的 所以小名就叫 曼玉梅 大名叫清新 要上来就快点哦 好像有人够笨的哦 像是转的过去猫 那一刹到我都感动了 你下车就开始跑了 你四个人在后子跟你追 然后你进了门 就不管不顾了 那个时候你脑子里什么都没有 进去之后就跟他奈呀 有些时候他也很调皮 刚来的时候不是那个素材 你看 现在上去 其实很多时候 比如那个 不管刮风 下雨 像这样的大太阳 我们所有的思想 都必须坚持本职工作 八字内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望过乔乔的幼崽后 滕海斌和张楠决定 来到繁殖中心 看望生产过后的乔乔 那边就是新繁殖场 然后就会接生新生的宝宝 刘姐 咱现在拿你 你好 张老师好 那个我们先看一下那熊猫 这个是叫 这是翠翠 翠翠就是可能不是说是快生了的那个熊猫 但是现在目前都还没有声 它现在表现比较分的 有时候这个熊猫 它那个比如说公宿的时候 它会哼叫 哼叫 就是哼哼哼那种声音 它这种声音就是 一时就跟熊猫不舒服 它还有很多声音 比较那个常见的那种声音 比较羊叫 嗯 嗯 嗯 它这个比如说平时正常情况下 它这种羊叫声 一般代表肚子饿 或者说着急 但是如果是在发情的时候 这种羊叫声就代表是求我的意思 所以就比较好笑 然后还有一种叫鸟叫声 就是那是我们刚刚现在听见的那个鸟叫 它是这种尖 这种叫声很尖的那种 它是一种撒娇 更多的是一种 这种嗯嗯 这种声音 我们也在实习就是说 这个熊猫的那个饲养 我们照顾的那只有一岁了 对那是小 它那种嗯嗯 发出嗯嗯这个声音的话 它是那种不耐烦的声音 因为他听到我们不喜欢 对对不喜欢那种不耐烦 走吧 我们到瞧瞧 现在他真的没有带伞 他的小仔现在拿到鱼又逝去了 我们想让他多休息一下 小仔他的叫声是什么样的 小仔他一般 叫声比较少 他就是一个叫咕咕 一个是哇哇叫 他这种咕咕叫的时候 我们就会判断 小仔可能是热的 嗯嗯 然后就看小仔的头啊 这样不疼不停地动 不停地动 然后他只要一不叫 然后看下位置啊 这五个头五个位置 灯烟的声音 然后小仔就在吃奶了 然后那种呱呱叫 就代表他小仔不舒服 母亲就会给他换一下姿势啊 然后让他更舒适一点 熊猫肯定是闻闲 闻闻闻 他就会出现哈气 哈哈哈 然后还有了 inander咬 ok 或者像狗一样的叫声 出来 相低 你还要注意 他就会发现我们攻击 然后還有像到那种熬叫 然后打大喘气 然后咬了咬咬 他牙齿打得响那种 原来 这么没用 你就要小心 他就是警告的意思了 你 움 out 熊猫会这么多的叫声 对 对 羊叫 他在寻找幼宅的时候 刚不是说吗 还有着急的时候 对吧 这个世界就是羊叫什么 他叫我大嘴飘着 他吊得很轻感觉 语言是爱心饲养的基础 在基地里每一位饲养员都能听得懂大熊猫的语言 以此来判断他们的情绪和身体状况 做出相应的处置 今天学习了好多知识 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希望你们都记住了 谢谢张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 昨天砍的竹子吃得好爽 所以为什么我晚上总去给它另外砍 它像有挑食的毛病 太可爱了 它就爱吃晚上那种先砍下来的那种 对 一个是很新鲜 你看还有那个杆比较好 你熟点腹粗的 它今天吃得很爽的 你看它是吃杆粗的 对啊你看它 啥的那个杆还给你看呢 它在吃里面 这就是泰山很紧接的人聪明的地方 它给你回馈是吗 对 它回国的时候就这么爱吃中国的竹子吗 还回国的时候不太行 就是它是四岁半回国的 但是一般年 四岁半算是已经算是比较好的那种 年轻的猫了 就慢慢就是青年状的 就少年快青年了 但它回来的时候 不像是一个青年的猫 很瘦 就整个那个肩胛都凹下去 这就长了多少斤了已经 现在是一百多公斤了 回来的时候是几十公斤吧 对啊 它小的时候吃那种冰镇的那冰块 冰糕吃着它也说就当了胃了 一般到夏天的话 食欲不好的话 它就会整个精神状态很差的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很发愁 它也愁 我也愁 其实有指定的砍的时候 但是那边已经被我砍完了 然后我就只有到 就不能砍的地方 偷偷摸摸去砍一下 我就砍完 拿回圈里的时候 它就很就是很没有 就是没有那种想吃的感觉 就去看了一下 然后又转头 我说这个是新鲜砍的 你吃吧 嗯 嗯 你因为你这么多了 去 我吃了 最后 点击 沏 还有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是你儿子 对吧 拜拜 哥们 歇会吧 歇一下了 哎 你知道吗 今天泰山参加繁殖 应该差不多快要当爸爸了 对呀 以前就感觉是 泰山就很瘦弱那种 可能是这方面的机会都很少 因为他身体不好嘛 就是连那种繁殖 退种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今年 他光荣地参加了繁殖大军 直到这时 月月和姜帅才明白 刘姐给泰山开那么多小灶 并非仅仅出于溺爱 而是因为泰山肠胃虚弱 需要多餐 在刘姐的精心照料下 泰山的身体一天天强壮起来 这就是对她最大的回报了 我们就想知道 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猫 也像泰山喜欢你那样 喜欢我吗 我感觉这个需要 长期的时间的培养 感情的积累 一两天是肯定达不到的 需要你长期的努力下去 坚持下去 你就会得到它对你的回报了 说的我好想闪电 那我们就走了 回去照顾我们的小猫 好 谢谢刘姐 好 我们走了 拜拜 泰山再见 急的 赵官好 出来了 挺快的 这比我走得还快 她闹闹心气都 在这儿 娜娜 出去玩啊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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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你干嘛呢娜娜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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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来 过去是学习过艾斯区养来的 她们教你什么呢 就是真诚以诚相待 然后跟她们说话 然后让她们熟悉我们的声音啊气味啊 然后把她们当成孩子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她信任我们 对吧 你们要进去 先去准备一块 蘋果 蘋果 啊 蘋果 要跟她玩吗 走吧 嗯 等一下 咱们也进去吧 咱们进去 是 是 闪电 快来 闪电过来 找妈妈 爸爸给个苹果 不能逗她啊 要给就给 没事 好 好 乖 怎么那么听话 走 走 这个温度刚才好啊 吃完了啊 喝奶 喝奶奶了啊 闪电白吃完啊 不一剩 廊货 喝奶奶了啊 好 吃的快一夜之夜之夜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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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我的我拿我的把它 赶在嘴 我看了 我看看 我看看 好吧 我们就觉得都 都瘦了是吗 对啊 小妈妈想的猫宝贝 不准质疑教官 教官没有胃好是吧 对啊 你这不是吃一张风格吗 不能质疑教官知道吗 我今天称过 跟昨天一模一样重 虽然没有长 教官说你称一拉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亲 我可以给他们 临时安排个任务吗 谁吗 这没竹子的 我想叫他们去给我砍点 跟竹子回来 哈哈哈哈 教官 这帽子 这帽子也估计 使用寿命很短 我给你们安排个任务吧 嗯 竹子今天就晒得太阳晒干了 换新的是吗 咱们这儿有一个 就旁边有一个竹林 是官赏也是可以用的 可以给猫吃的 要不帮他们也砍两根 行 你们还是一起去吧 好吧好吧 谢谢 哈哈哈哈 来 跟我来 就这一根 咱们把它拉下来 拉下来砍 咱们就这 只要这里带 咱们找到梦里 好帅 这是一个 咱们砍这样的六根 六根 你们自己找一下 就这样 要叶多的前半段 刀要拿稳的 不要甩 出去 不要砍到这 我昨天砍的是粗的 这种三绿色的 这种行吗 行吗 那个 行吗 这个这不刚砍我砍的吗 我刚才砍的不就这一根吗 这棵我觉得可以 行吗 行吗 什么这儿 刀呢 拿着刀 拿着刀 刀让我给你砍出去 小心点 不要去砍 这样可能砍着脚 哇 快来看一眼 真的是差点插在脚上 插在地上了 就这样拿 我知道了 拿到这块位置 对 拿到那个位置 你再砍一个就给我吧 我觉得再多拿不了了 不准这么娇气 六根都你拿 都你拿 行啊 媳妇可以 你如果约约哪干过这事 我觉得挺好 闪电妈妈来了 在那吃 咱们放到外面去找找 行 老爸还动 行 来闪电 来找妈妈 这样也可以 来出去 我说的咱们 不能违背她的意愿 但是她说她太不爱动了 咱们一定要让她动的 她现在出来也是躺着 过来来闪电 你要干嘛吗 我觉得她太不爱动了 太懒了 这几天太狠狠了 快点 跟那儿玩啊 咱们明天想个办法 咱们多走走 什么办法 多走走 哎呦 哎呦 你看小车就跑了 他想回去 他追着帽子呢 不行 不行 要活动才行 不行 今天晚上你们想想 想想可以怎么办 对吧 好 那明天要做活动一下 来 这儿 还叫不爱动 教官你看那个 教官你看那个人都上树的 那个 那叫都叫不下来 你叫都下来了 你下来活塞 快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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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下来嘛 下来嘛 快点 快点下来喽 哎呀 空手滴下来了 爹 你 bajo机会 日子 找 aquell 般 Nov 冲 悦 北 前 你 Plant 不吃灯吗 为什么呀 他在树上我上不去呀 他在偷偷地笑 嗯 这两个刮瓦子 今天我很没面子 这个事情不要给陈贤讲 闹闹 有铁手掌了 又铁 闹闹 闹闹 想想 怎么处理 我能不能在他的手上 抹点什么东西 让他觉得好味 不好闻 然后就试过 不行 不管用吗 不管用 你试的是什么 最苦最苦的 终成药 如果还不行就 放上去 放上去可能外边啊 会分散一些 对分散一下注意力 哎就如果给他手上放个 不行 不能放那些东西 他还吃了就行 我这手放个铃铛 他一舔 他就会注意 但是那个也不行 那就只能让他多跟闪电玩一玩 对 对吧 我觉得他们俩应该多带一带 是是你和你的女朋友 我们在一起时间多一个 跟你的女友 你的闪电 第一夫人 一会儿 待会儿我们问一下王教官 闪电 我们问问王教官 闪电的情况怎么样 嗯 好 好棒 好棒 小心啊 你小心啊 再来 在这儿 玩会儿 王教官 我们想问问闪电的状态怎么样 因为我们家的总舔手 我们想让他和闪电玩一会儿 不知道可不可以 来吧 抱过来吗 抱过来吧 快去跟你女朋友玩一会儿 嗯 你看刚才闹闹没过来的时候 地上去煮笋 他也不吃 然后闹闹一过来 赶紧把地上那根给捡起来吃了 你看 他就怕他吃 对就怕闹着吃 哎呀 小心机啊 你们闹闹骑我们 真是骑呢 你干嘛那么紧张 你干什么 没有啊 不是等会儿 你现在一脸张扬的感觉 你到底几个意思 留宿吗 住一晚了吗 不行吗 反正他俩也闷得慌嘛 给他俩玩嘛 但是他俩可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啊 他太小了不懂啊 现在还是未成年 亚成年 还是纯洁的男女关系 对对对对 现在还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好吧 你看你看你看 不让走呢 不让走 耍赖 你看他一定去找到了 你还跟着去 你看你看 月月可以吗 你看他俩玩的还是挺好的 也是刚才 刚才是很不爱动的 对现在你看一直在动 我觉得这样 有个爸爸 这对话早就挺胖的 嗯 别让我们俩在一起 感觉好像一样我挺多鱼的 不不不不多鱼 不上什么劲啊 在老木匠的帮助下 陈翔终于将鞦韆改造合格 猴哥也开始快乐的玩着鞦韆 哇哦 我还有鞦韆啊 谢谢陈翔哥哥做的鞦韆 了解每一只熊猫的不同特点和喜好 在此基础上制定不同的养育策略 把熊猫当亲人一样精心照料 这就是爱心饲养的真谛吧 对于饲养员们来说 爱心饲养的理念容易理解 但日复一日长期践行 那就需要有更多的爱心耐心与毅力 这次学习之旅 他们收获的不仅仅是方法 更多的是对饲养员和熊猫之间感情的体悟 一切消息 两个人 一切消息 二outh 一切消息 结束 一切消息 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你带着一只把贝贝叫baby 后来又好吃的 可能是一个弱点 她怕疼 发出血怎么办 视频推广合作伙伴 腾讯视频搜狐视频 爱奇艺想潮看看 参与熊猫奇缘微博互动 更多幕后花絮 尽在熊猫小剧场 感谢上述媒体全程参与本节目